我军究竟干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引起美国异常激烈的反应 日前 美军航母再次在南部海域范围进行自由航行 随后我军的一次正常军演 却引起美国的过度反应 风头甚至盖过前不久试射的 俄罗斯新型萨尔玛特洲际导弹 为什么美国这次会如此大惊小怪 据媒体最新报道 美国防部检测到 中国海军进行了一系列反舰导弹实验 美国人只将东风21D归类为反舰导弹 所以这次美国所指应该就是东风21D 东风21D是我国研制的第一代反舰弹道导弹 专用于攻击航母等大型水面舰艇 射程在1500到2000公里 末端突防速度算到5马赫 还能搭载核弹头 其他成统弹道导弹采用抛物线式打击方式 而东风21D采用惯性和卫星制导方式 贯穿威力极大 航母坚硬的甲板难以抵挡 因此被称为航母杀手 虽说东风21D不是最先进的导弹 但却能直触美国的软肋 一直以来 航母是美国军事霸权的核心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母战斗群 既然如此强大 为何是软肋呢 越是强大的东西就越是顾忌 就像是土财主天天抱着金子 怕被抢心态一样 正是因为美军航母的强大 美国接受不了被击沉的后果和影响 美国需要依靠核航母 完成中东亚太战略部署 如果集合航母能被击沉 失去的不仅是一艘昂贵的航母 这么简单 这将让美国的战略彻底失败 同时其国际影响也将降一格 从海湾战争就可以看出 美国采用非对称式战争 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战争胜利 这些都是依托于其强大的航母编队 美国还在积极打造下一代福特级航母 说明美国至今将航母当作战略王牌 如果自己辛苦经营80多年的王牌 被对方以绝对优势击倒 估计整个美国都要怀疑人生 价值观也因此改变 或许美军停在波斯湾的航母 迟迟没有动作 就是怕伊朗也有这种杀气存在 因此美国才对这种实质性威胁反应过度